好 來看到是現在新冠疫苗持續短缺 因此各界好奇了 難道我們不能跟南韓一樣 拿著晶片去交換美國的疫苗嗎 首先看到是這一位是AIT前處長 麗英傑 他在離任時談到 台灣的確診數相比全球還算是低的 好 這句話呢 路透社解讀說 代表華府不會急著給台灣新冠疫苗 引發了國民黨跟民眾黨的炮轟 像是國民黨就說了 我們台美關係真的算是史上最好的時刻嗎 而柯文哲也說 現在台灣是吃了萊豬 軍購也吞了 難道死傷還不夠多嗎 不過我們就來看到這時候 府方溝層有人透露是說 其實台灣跟南韓不一樣 南韓是取得代工 那美國是給我們技術支援 怎麼說是因為在去年的時候 去年美國的時政衛生部長 阿趙來台時就已經談好是台美之間的疫苗技術的合作方式 其實我們的國產疫苗 高端疫苗跟美國的莫德納疫苗是系出同門的孫生疫苗 而且來看到是我們官位專家 前奉承建人他也親自的參與二階的臨床試驗 說沒有不是並且看好可以來到是產量高達兩千萬劑的國產疫苗 但是現在這高端可能會跳過三期就核發藥證來上市引發很多的質疑 所以現在府方就透露說到時候總統會親自打給你看來安民眾的心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要開啟小鈴鐺哦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